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会于11月发布 近日,知名博主阿刹那数码分享了一则关于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的消息 据悉,由于软件和硬件的多种因素影响 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的发布时间可能会推迟至11月 参考华为上一代Mate 60系列手机的发布时间线 华为公司在2023年8月29日启动了华为Mate 60 Pro先锋计划 随后,该公司在2023年9月公布了Mate 60系列手机的价格并正式开售 以此为参照,我们可以推测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的发布和销售策略可能会有所相似 关于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的外观设计 阿刹那数码此前曾爆料称 齐飞凡大师版将采用全陶瓷后盖 彻底摒弃了之前的双拼结构设计 这一变化无疑使得手机整体看起来更为简洁和优雅 在性能方面,据阿刹那数码透露 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在芯片散热方面表现出色 不再需要金属部分来进行散热处理 这一点对于提升手机的整体性能和用户体验来说 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据之前的报道 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 也就是10月至12月之间发布 此次发布会上 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将首发搭载鸿蒙HarmonyOS NEX正式版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操作系统体验 总的来说 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在外观设计 性能以及操作系统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提升和创新 虽然发布时间可能会稍微推迟 但考虑到其所带来的新特性和改进 这段等待的时间还是非常值得的 让我们一起期待华为Mate 70系列手机的到来 看看它将为我们带来哪些惊喜吧